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功夫者,我是本期主讲黄谦 这一期呢,我们讲一讲主动原则 什么叫主动原则?就是两人打架,也跟两军对阵一样 永远要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主动权要抓在自个儿的手里面,你的胜算才大 就是说,什么叫抓住主动?就是我想打就打,我想走就走 决定权在我手里,你只有被动接招的份 那么这样的话,你的胜算才会大的 那么在两人打架里面啊,就两人对仗里面 那么应该怎么体现这一点呢?来 很多时候啊,朋友们,好多朋友,尤其是练那家拳的朋友们 老是听着那个拳诀,听着拳诀长大的 敌不动我不动,敌欲动我先动 这点话有错吗?其实这句话,本身没有错误 但是很多人会误解了,误解成什么呢?就是我永远没有先手 我永远不出第一手 所以很多人在运用的时候,在打架的时候 他们摆个架子之后,摆个架子之后,不动了 他说摆架子还不对呢,摆个练功的架子,差这么大 摆这个架子,蹲得那么低,跟练功似的 然后跟练功似,有时候还使劲,蹲得劲,说,这样你来 然后完了,他就等着别人主动进攻 他就一直在那盯着你,他也不动 他也不动,他就盯着你看 然后呢,你就跟我们那个拳打搏击似的 你这蹦蹦跳跳,或者你绕绕场,围着我走一走 围着我走一走 再走 对,就这样 可以可以 离我那么近干嘛,咋还打了 就是说你不管他怎么有场 你看你定在这,摆个姿势 然后呢,我们这样走 他也就这么盯着我 他就这么盯着我 敌不动我不动,敌怎么先动 所以呢,就盯啊盯,盯久了会变傻了,你知道吗 因为人的集中,集中啊,集中注意力的时间 其实是很短暂的 你集中,你很难超过五分 经过专门训练的人,都很难超过五分钟 啊,你一直保持高度的专注力 所以呢,如果你长期的保持这个状态 死尽尽的,哪怕我不游身,不游走 就这样跟你一样,我也定在这 你等,你在等着我出手,对吧 然后你一直盯着我,那我就不出手 我就在,我还特放松 因为你一直等着我,我知道你不会主动进攻我 所以我是安全的 只要我不进去,我就是绝对安全的 那么,你一直在等我出手,你是要高度警惕的 所以你的心神特别容易累 你的注意力容易涣散 当你累了,涣散的那一刹那 你刹那的时候,就是我棒棒棒棒棒 继续打你的时候了 所以呢,这种情况是很可笑的 这就是什么,你就把主动拳,主动让给我了 这是不会打的人 不会打的人 那么,所以我们,敌不动我不动 敌不动我先动,指的是什么 其实是什么呢,要辩证的去看待这个问题 你不能让对方知道了 其实你一直在那不动,你等着我来的时候 其实就是告诉了对方 放心吧,我不会主动进攻你 我就在等你来,就像我在守城一样 你来攻我的城头一样,放心 我不会出城跟你打野战的 得告诉我这个消息 那自然而然,我轻松多了 所以呢,我们有时候 打架跟打仗是一样的 要用兵法,要反其道而行之 你可以利用你的神情,形态 和各种这种隐晦的信息 行动的信息告诉他对方 放心,我就等你来打我 那对方只要一放松,一松懈的时候 你就啵啵啵啵,开始主动进攻 就开始主动进攻 所以那个时候就 就别管,他就会吓一跳 打了他的心理盲点 那么这个就是把主动拳 抓在这个的手里了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对方是属于那种等着你来的 然后对方也很有经验 他也会随时转为反击的人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你摆个架子 你这个可以随时出手的那种 随时摆个架子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调动他 我们穿过里有个讲法叫引手 引手,引蛇出动的意思 就是你防守着 你也可能打击我 那么我要针对你的动作来 钻你的漏洞 所以呢,我先要火力侦察 先要火力侦察一下 所以呢,摆的时候 我侦察一下 诶,我就刚才发现他没有什么动作 他对我这个没什么反应 诶,很好啊 那我就可能,我就由虚变实了 那我下次再来的时候 你看,就这样一个方式 他等着我来 低下反应,他没反应过来 那么很好 这可能就是他的一个弱点 那么直接就过去 但是这过去也要 就是环环相扣的 也要防止对方算计我们 所以呢,为了以防万一 就出去了 我,这个手依然是死手 是打击他那个 刚才不反应的那个弱点 那个破绽的那 那不管他是不是给我设了个圈套 打到那之后,同时要出去 同时出去 这赢的可能性就很高 那么这就是什么 始终把主动拳抓在我们自己的手里面 你不变化的话 你手的很好 很警惕我 但你也可能随时产生反击 那么就要把你的变化引出来 只要你动作了 给了我一个态势的话 那么我就可以根据你的态势 来切入 切入你的态势 找出最合适的方式 进攻进去 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打法的思路 这是一个打法思路 所以呢,主动原则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绝对不能丢 所谓的先下手为强 后下手遭殃 其实放在这种主动原则上 是非常非常靠谱的 这句话很靠谱 所以呢,大家说 大家我们虽然是内加拳 但是不要被内加拳的一些词语 给让我们的思维给引偏了 两人打架就是在打仗 那么我不能把我的底牌告诉你 我不能把我的目标告诉你 你知道了 你会从容的设置陷阱来对付我 对吧 所以呢,我要演示我自己真实的自己 远势之以近 弱势之以强 就是各种方式欺骗你 让你不知道我的底性 然后呢,再根据你的调动 根据你的兵力调动 你的实际情况 你的一些防守盲点 你的本能动作 来根据你这些东西 来设计陷阱 来打击你 这才是一个主动原则的运用 好,本期课程到此结束 感兴趣的朋友 欢迎关注更多课程